桃园有民众到复兴区这处野稀温泉来游玩 不过回城的时候不小心失足跌落河床 所幸这是消防人员入山来救援 顺利找到人了 把他带下山 目前最新的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时间先连线陈志庚 是的主播 现在看到的是在桃园复兴区 格拉河部落新兴野稀温泉 消防救难队员在河床上 对受伤的阳性男子进行伤口包扎 原本开心的野稀温泉之旅 现在却是受伤收场 住在桃园的58岁阳性男子 14号上午跟太太到复兴区 这处野稀温泉来游玩 接近中午11点40分回城时 脚步踩空摔落河床 造成他头部不断肾血及腿部擦错伤 一行人见头部流血也不敢大意 立刻请警消协助 所幸山区气候良好 消防人员迅速找到了受伤男子 并且协助他包扎治疗 走路不慎摔倒 造成头部约5公分撕裂伤 意识清楚生命真相稳定 给予包扎止血后 将受伤民众安全带自登山口 并送往华林里 伤势不严重是不幸中的大幸 大西警方也呼吁 近年来野稀温泉风气流行 民众想要前往山区 享受野稀温泉的乐趣 除了要注意天后之外 也要考量自身的体能状态 并免体力不知发生意外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 好 竟然有这种小偷 屏东邻兵 13号下午有窃贼大胆地 躺在民宅内的床铺上头 疑似是躺累 偷累了 居然闯空门直接呼呼大睡 远警接获报案 到屋子里头采证当场查货送本 当场人增巨货 不过实在有个离谱 他被抓到时居然还扁称说 是要来找舅舅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偷来的金像链 披夹还有水果灯 你住这边吗 因为我可以乎 可以不上 可以不上啊 那是躺在床上糊糊大睡 被远警叫醒时睡眼轻松 讲话支支吾吾 原来他做贼心虚 生家来 我来找我老公 我老公 老公老公在桌了 叫什么名字啊 阿坤 阿坤 叫什么坤 一开始说是被继母叫来同住 后来又说是来找舅舅 说辞反反复复 警方一眼就看穿 竟贼在说谎 他有委托我说稍微帮他看一下房子 然后就发现他的摩托车 那个不见了 因为就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多 屏东邻边一间民宅 原来他犯案后太累闯入 之间以为没人住的民宅 还偷走屋主的机车 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睡在床铺上 正好被逮个正着 原警也在饭嫌身上搜出偷来的金项链 皮夹还有一把水果刀 好险附近邻居眼明手快 也定屋主保住了去给住 记得张春华马家瑜评论报导